其實已經很努力這樣生存 為了生活的很努力進取 為什麼要讓這些不幸的事發生了多少聲響呢 我覺得我經常都說 是不是上天這樣不公呢 上個月27號北角英王大廈劏房發生火災 最終造成三死一傷 22歲的男住客林子瑜 懷疑因為吸入濃煙昏迷 送院搶救超過兩個星期之後 最終在今個月13號凌晨宣告不治 林媽媽就說 兒子學歷雖然不高 但是善良孝順 資坑識劍 平時喜歡玩電腦和買模型 突然之間發生意外令到他很惡然 林媽媽透露 兒子在今年4月搬入攝氏劏房 他住的A室離單位大門最近 但是他就走了去鄰居間房 最終昏迷在D室裏面 我懷疑不是想著自己不要休息 想著著火了 趕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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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趕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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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趕